這次是一個特別的改造計畫 我們要改造一間30年無電梯的六樓老公寓 而這次的屋主很特別是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波 首先一進房間就可以看到一排的掛鉤 那我現在的衣服大部分都丟在這邊 那這個超醜的 我超討厭這個 因為它是我爸媽結婚的時候弄的 可是這個衣櫃真的很醜 其他的衣物區現在也是弄得髒髒亂亂的 一張雙人床跟一張單人床是因為 以前是我跟我爸還有我哥住的那個房間 那最後就是我的衣桌區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被我女朋友塞滿的化妝品 電腦都沒什麼地方擺放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後改完會是什麼樣子 因為原本的兩張床佔住了房間大部分的位置 所以這次我們決定只保留一張雙人床 將其他的家具都丟掉 放入一張可以擺雙螢幕的大桌子 一座可以耍廢休息的小沙發 以及利用橙板跟收納櫃體打造出來的吉他公仔展示區 幫阿波一起打造一間全新符合他需求的房間 今天就是改造當天了 好幫手們現在已經來到了門口 哈囉 哈囉 嗨 嘿吼 嗨 你們的勞工們來了 這六樓樓梯太誇張了吧 今天有非常多艱巨的任務 帶你們參觀一下今天要改的地方 來跟著我走 就是這一間 這邊吧 這邊那邊 但是因為基底有些已經完成了 地板鋪好了 你看地板本來是這麼醜 而且又婷以前有來過 我來過多次 這個才是令我懷念的地板 這邊就是你的故事嗎 漢字造成的牆面 不是我是我的哥哥 對 那你是捨立的 那個好好笑 這是施工到一半的東西 是不是 你這個補圖要補到死了 我等一下可能要先花兩個小時 我選擇拍攝這個工作 相機大家可以交給你 沒問題 自己的房間自己蓋 你看你這個油漆 這個除菸零 那我來 開工了 就要補到猴年馬月 真的 一底都還沒有改好 你的棉被圖放在這裡 我這幾天都睡在這 真的假的 沒有床墊 他剛剛說他這幾天都睡不著 鐵一定是這個人的貨 所以趕快把他拿走 用一個非常聰明的事情 善用工具 放在家具上推出去 全部都給他放東西 用腦子搬東西 用體B搬東西 補土囉 誇張耶 你不會只準備 看哪一支 酥母啦 我當然要大隻的 我來小隻的我來 其實補土這個東西 我也不是很會啦 我也不會啦 我也不會 Google 等一下 不是把這個抹到牆壁上 然後刮平 應該就這樣吧 好像是這樣 我們等到深山來再來檢查我們的功課 做得完不完整 走起 走起 第一步呢 就是要先把上面的東西刮 刮掉 就是像這種 它如果刮完整間的油漆都不見面 應該不會啦 它這裡 就是這樣而已 這要把這種 有可能會再翹起來的 這種東西刮掉 然後等一下這邊出現了這個澳牆面 我們再把它補平 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裡會這樣子 這是一個開關三十年的痕跡 有沒有看到 那個油漆都被你的手印用的黑黑的黑黑的黑黑的黑 太噁心了吧 這個不用刮啦 凹凸不平的地方再刮 這樣說我真的無曉附要多於浮土的地方齁 不要幫到忙 這個窗簾是幾百年沒換啊 記得大概是我國中的時候它就轉掉了 它是不是已經從藍色變藍黑色 而且我不確定它 灰塵 來我抖一下 戴莫蘭底笑的 好噁心 真的要變藍灰色 而且等一下 這一條 給大家看一下 這也太髒了吧 這是為了拍片我刻意留下來不清的 真的假的 我以為這是你每天睡在這個上面 沒有沒有 浮土到了最後階段 我很開心可以幫你補土 補土到了一個段落 所以我們準備去吃午餐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要去吃的是牙肉羹 超好吃的 阿波現在要漆這塊童年的污漬 阿波現在要漆這塊童年的污漬 童年的污漬就在我這一筆之下 要抹上我所有的回憶 那個是什麼污漬 那是我哥的汗 因為他常常靠邊睡 絕對不是我 這邊就變很髒 一筆勾銷 新年快樂 全部都不見了 童年的污漬 這樣也不會有 掰掰 快吃完了 好累喔 快結束了耶 對快結束了 好累喔 欸 珊珊來了 我聽到 珊珊來了 珊珊來了 好累喔 好累喔 我剛剛 我剛剛爬到四樓 然後五樓的阿公阿媽就走出來 我就說 這邊是幾樓 他說五樓 這麼才爬到四樓 我來囉 你來驗收一下我們的程度 沒錯 好 女工來驗收了 我們把廚工都做完了 老大 欸 我覺得跟Befo差超多的耶 你Befo就像是那個 不能住的 很像微樓 我覺得變好明亮喔 我覺得地板改了之後 然後牆壁 還有天花板那個燈 阿波家裡也有 那邊採光 真的耶 對 採光也不錯 我覺得很棒 這綠是你想要的嗎 我覺得算是 算是所以還不是 所以還不是 所以其實我可以離開了 所以像家具就一定是 這樣很會講話 看起來進駐已經可以家具進場了 對不對 對 可以可以 一個人搬一個 阿波你真的可以嗎 可以嗎 你說人的尾堆很重要 我可以跟他很直 好 床進場囉 這三次扮演一個動嘴巴的角色 這次的床家在阿波自己買的 而且在那邊好收納 收納功能 你覺得很OK嗎 我覺得很OK 他都有問過我 他每一買一個東西 就會死去母乎 可以嗎 我說可以 才可以買 怎麼又一 他臉好紅喔 你不太矮啦 還OK嗎 不太矮啦 不能輸啊 一 二 三 太煩了 這個應該要在前面 What the fuck 那個 因為這是我一個抽屜 你不太矮 喔 喔 喔 阿公真的是真假的遊戲難色 喔 阿公真的是真假的遊戲難色 剛剛是有人脫放屁 誰脫放屁 誰脫放屁 欸 這什麼姿勢 身材好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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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了 身材好瘦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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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開始組裝家具跟上牆 身材好瘦喔 所以我這邊 這邊是要組裝的 這邊是要上牆的 那上牆這種重責搭任呢 我們就交給小柚子 這是禮物嗎 這是禮物嗎 對這是禮物 今天而已 今天要盼我 然後這個螺絲頸子 交給我看看 你 我可以 你要補什麼 我覺得那個 你把沙發搬上來的 你跟他有感情 畢竟爬了六層樓 所以你組沙發 好 然後你 因為 剛剛一直聽到就是 你好像會把一個任務變得更複雜 對 所以我覺得你先組最簡單的 你組燈 好 如果你的燈 如果你的燈都會組外 明天就不用來了 沒有 我比工作的話 不能不會組裝家具喔 好 你們兩個誰先組完 再組這個推車 OK GO 那山山要做什麼 我去用電腦 工作 做提案給客人 等一下山山你要跟我講 叫哪裡喔 阿波你有組裝過東西嗎 基本上是沒有 他真的要用我組 組我不一樣 他真的有信心嗎 我覺得我一定會做一做就跌倒了 率先完成第一項任務 我的非常的簡單 就裝四個腳就完成耶 沒錯 我原本以為 我要自己把沙發鎖起來 沒想到 沒想到選到一個籤網 完成 你看那個還在拆保住 我的手 我才沒辦法 那請問山山在 誰在加速 我在找支架 我在加速 他剛剛已經舉了五分鐘了吧 然後這個在當大爺 IKEA的經典推車 必須夠錄一個 我們來看你能不能 15分鐘再組完要不要 剛剛那個沙發3分鐘 這個5分鐘 5分鐘嗎 好 計時開始 知道現在幾分嗎 這好像是廢話 5點29分 謝謝大家 他49分的時候 說他5分鐘組完 我是沒有很相信 他剛剛30分鐘組完 然後我移移發現 你看喔 好優秀的組裝方式喔 整個都會做美 要說 你要不要看你組的 沒有… 我那是營造一種搖搖翼的概念 觀眾剛剛 人家的牆其實滿硬的 謝謝 今天快結束了 天都黑了 其實今天晚上今天的工程 就是所有的東西 能組裝的都組裝好 我們明天要幹嘛呢 先生 明天要佈置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去採買 所有我明天需要用好的東西 而且現在已經7點了 你知道嗎 沒有我現在很不知道我這個任務 我幫我把它完成 我很緊張 而且其實我還有好幾個成功 還沒做完 你看 現在大家都完成 我還有一個螺絲還沒做好 真的嗎 沒有沒有 好了完成了 他還有兩個成功 大概還有20個當好裝 沒關係 我跟你講 今天是因為我那個補圖那邊 把他花了非常非常大的行李在補 我覺得補得很好 你不覺得我… 挺好的 對不對 明天我就買 他剩下的裝完 明天你就是擔任水電師 沒問題 好 期待你的房間改造完 非常期待 我已經在想我的寶貝 要分在哪裡 然後 我非常感謝他們 我以為你說你在感謝你的吉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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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謝謝 他是緊張的對不對 他剛剛講什麼 對啊 你…謝謝… 謝謝… 好的 我們謝謝… 下一個影片再見 我以上鏡頭 拜拜